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以对待未来诸佛的虔诚之心 在俗称天宫生日的重要民俗节日这一天 生命电视台台长上海下刀大和尚 率领战眼法师及战时法师等众法师 利林嘉义慈悲狐道场 为供佛摘天祈福法会慈悲祖法师 特别关心武汉肺炎疫情 不仅急要灭瘟厨艺修持法公众 更速度回向疫情早日平息 希望今天我们真心的要供佛 真心的感谢护法诸天 赶快把肺炎 今晚很多飞机都飞不出去了 如果很多飞机不能够来往 经济就会断掉 世界就会有一点乱象 甚至他们说可能到2月4号、5号 可能疫情会爆发 大家都很恐怖 所以台北的信徒说 所以你们都去南部 不然你回不回来 我说不妙 散步咖啡 这样做这个菩萨 然后真的这边有疫情 我们来承担 好不好 你说我发现我的辛苦 我收得很好 我一个第一百个 但是各位我想 越有痛苦 那么我们越要去帮助 因为观世音菩萨 它叫做祖逼 我们修慈悲心的人 就愿意去救苦救难 承担众生的苦难 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悲心 大家很认真 那这些疫情一定会净化 当天大和尚除了慈悲主法 领众上供下施 修行各项慈悲福田之外 也在领众恭送金光明经空品时 开示了就近成佛的法药 精湛后功德主等众菩萨 恭敬于谭成前献上施供样 祈愿法会三宝 祥光锐放十方 隆天之赞颂上达天厅 诸佛菩萨 诸天众神欢喜 法会中 法师们端起一盘盘的美味蔬食 于坛场内外 为六道众生做大师使功德 让六道众生也能同修福田 而祈福法会后 一串炮竹雀跃身中展开青春团拜 宴会中 长青读书会菩萨们的首语表演 也让团拜宴会更为欢喜魂心 午后 慈悲的大和尚领众修持各种灭温厨艺法门 并领众将当天所作所有善业功德普接回向 祈愿武汉肺炎疫情早日平息 说婆世界无灾无奈 群生何乐六时吉祥 生命电视特别报道 愿带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安乐 台北生命道场于春节期间举办迎青春念众生感恩讲座 恭请海淘法师为大众开示法药 吸引众多信众前来听经文法 也一同为新的一年祈福 海盗法师说明 面对逆境为原 佛教徒应该永远用无限的爱予以包容 而不是执着于凡事要依照自己的意愿 其免大众多念连世心咒 发愿承担众生苦 以菩提心的功德供养十方法界一切友情 要想尽办法 对方越黑暗 那我们要越白 请各位记住这个方法 佛教绝对不用暴力来对治暴力 如果你是佛教徒 我们要永远用一颗无恨的爱去包容 因为事情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因为事情有它的因缘果报 你一直想要去强迫这个事情 按照你的想法的时候 那你就脱离佛法的诸法无我的观念 那只是一种变成一种加重夜暴而已 所以我们只能说按照佛法的方法 然后对七个温神给你最高规格的供养 然后再请他去到四堂的地方 那这样温神将来也可以成佛 就这个意思 所以缺温神就要我们念出这七个温神的名字 然后呢 替我菩萨来加持 那今天也会带各位念一个 有菩萨带给我叫莲诗信函 莲花生大士现在在西南罗刹国 然后保护这些罗刹 因为这些罗刹如果几个跑到售佛世界 就会大无弊 所以然后当然要提醒莲诗的价值 那这莲诗信函就告诉我们 在末法时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吧 这些水灾地震战争瘟疫在里面都有 所以为了要防止这些地水火风 那是瘟疫 所以呢 要请大家多念连诗行众 就是这个信函里面的意思 然后这个信函 意思说就算他都不会念 各位只要带在身上 都有用 在法师带领下 大众一同念诵 面温厨艺修持法 并依循精中的教导 人人手持辅塞旅线 用心绑系七个金刚节 代表七个金刚处的加持 若能随身攜带 安门护上 温鬼不敢过门 亦得掩年益寿 每一个金刚节 都是悲心善年的凝聚 人人一起为世界祈安 为地球祈福 在庄严的泛费身中 海涛法师领众回向 祈愿三宝慈悲加持 除却一切病患忧苦 消除一切恶业烦恼 牲口异业 显令清静 远离部位 获得安稳 生命电视台北采访报道 专寵师领众因 扭心 海涛法师领众 无人 我 祈愿 为了迎接这场审会 主办单位除了邀请艺术家柯杰生与张硕芬 以资源回收品创作了主灯作品《爱河爱之经》 来呈现环保爱地球的重要 更以国际级的规格 规划了八项主题灯区 以不同的主题之夜 邀请国内外一流团体 呈现兼具环保、艺术与心灵的多重文化饗宴 其中生命电视台 位于七显路与河西路口的宗教灯区 为了准备这次灯会煞费苦心的战士法师 在经济条件十分拮据的状况下 从设计、企划、发包到制作、亲自经纬 短短一个月内带领志工们 共同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我们佛教来讲 供灯最起码它代表的是 智慧、光明、平安 照破了所有的黑暗 所以我们结合了灯会 所以提供给来看灯会的这些游客 他们都可以得到 他们都可以来供灯供水 那也可以结下这些非常好的法源 为了让与会大众透过各项互动游戏 结下法源 今年生命电视台灯区特别企划了多元趣味的互动游戏 包括花灯健康步道 一指神功戳戳乐与扭蛋咕噜等游戏 还有包括水晶吊饰、祝福手环、水晶、心晶等等 相当丰富的结缘品 让大众透过游戏扭转乾坤 为新的一年带来平安、健康、喜乐与祝福 大家喜欢祈愿卡可以去到两个爱王堂 然后再把这个祈愿卡挂在我们的祈愿树 然后我们还有让大家有一个回忆小时候的回忆 所以我们特别用灯轮主题的这个搓搓乐 还有可以给大家在过年期间 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4.8公尺的长度的健康步道 还有适合给小朋友来玩的彩蛋 那这个搓搓乐还有彩蛋 我们都有解烟品 那这个彩蛋有8种解烟品 搓搓乐有9种解烟品 那除了他们有这些解烟品以外 我们每一个都还送他们 我们生命职业体系的法宝 所以我们预计这12天 会送出6千份的我们的法宝 那每天会送出450份的各种不同的检品 然后让游客来参观灯会 可以结下非常好的法园 那也是给他们能够有一个过年期间 能够有一个非常的欢喜 乏喜来这样看灯会 所以我们特别这样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们这一次所展示的灯会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新年快乐 此外还有解脱咒加持的高字塔屋 新的一年初始 新逢弥勒菩萨圣诞 为令大众领受佛光普照的光明与法喜 板桥碑院寺举办佛像开光法会 即新春开示 恭请海涛法师 占勇法师 占力法师 占岩法师和占乐法师主法 共同为莲花生大事 举行庄严的开光仪式 安座于板桥碑院寺的莲诗圣像 是不单最大莲诗定向的缩小版 庄严的面容与华丽的装饰相当设受人心 海涛法师为大众开示 期许莲诗的开光 能够净化世界 地球和平 人民安乐 也希望大众在新的一年为自己开光 以大悲菩提心服务众生 体振空性 永不退转 今天的莲花生大事的 圣像的开光 能够达到进化世界 世界和平 人民安乐 调伏显勇的这种功德 特别在末法时期 磨胜 磨很强 道比较弱 所以好像负面的是正常 所以为什么要需要吸引原师 因为末法师界 特别要修秘宗 所以也利用今天 这个莲师圣像开光 希望所有佛像都得到开光 那各位 要不要得到开光 要 不然你会得肺炎 所以也希望 我们自己的身心 得到开光的加持 老实说 虽然传染有传染病 但是没有那个业 你就得不到那个病 如果按照传统的 祖师大德的讲法 有三种人最容易得病 这种温病传染病 第一个就是不孝护膜的人 不孝护膜 土地都不存在 第二个就是杀业很重的人 喜欢杀生吃肉 特别现在游行这些野生动物 吃蛇 那些暴走的孔雀 这些猴子啊等等 那第三个呢 就是做出了违背社会国家 比如说大贪污啊 伤害到别人 所以这些重大 那就很容易得到这个 那我想各位大家 一定是孝顺夫 一定大家都在戒茶 此处放声 没有问题 我们也不可能去犯了 这些重大的违背国家社会的事情 何况我们在努力的慈悲 随后展开隆重的开光仪式 主法法师手持毛巾 宝镜朱沙笔 象征服侍众生新地的成购 见到光明俱足的本性 开显内在的般若智慧 期望借由开光仪轨 让人人培植善根 正如佛制 开启朋友的自信之光 傍晚战略法师 持续带领四众弟子 前往嘉勤运销合作社 举行供灯供水和慈悲施食 大众不畏严寒的气候 以行跟随法师共同发愿 愿生生世世 深信因果 戒杀户生 在一片新灯晃耀中 所有的信念 皆期盼 佛光片照周杀界 世界 无灾片祥和 生命电视 新北采访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都市车水马龙的熙攘 没有吵杂的人们来往 有的只是乡村田野的片刻年轻 镇底将近一点无甲的 红彩林护生牛园 雅护者当时已送网图在场 即将面临宰杀秘密的牛只 在中华护生协会的积极奔走下 筹建这座《环境清幽》 专门负责养护牛只的护生牛园 这里有的只是最温暖的慈爱与关怀 牛儿们就在这天地之间 悠游的生活 没有烦恼 更不必担忧无情的屠杀 享受着他们应有的平等权利 一山泵水 偷着几分青草气味 护生牛园目前已开发两个区域 来养护牛儿 供照顾黄牛九头及水牛八头左右 走在牛园 可见牛儿偶尔散步园内 随意支持青草 饲料 或者在牛棚里惬意地休息 清闲自得 无需畏惧人为的伤害 一切生命皆是平等 不止人类 举凡所有生命都有害怕疼痛 尤其是死亡的自然反应 因此 戒杀 吃素 甚至保护生命 都是你我的责任 而为了让人群内在牛儿们 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 喂养牛儿的饲料 牛棚的维护 医疗照顾等 都急需菩萨大德们的慷慨护持 只有善缘的汇聚 才能让这些牛儿们快乐健康地享受生活 基于正生平等的精神 所有生命都有其生存的权利及自由 我们害怕受伤 畏惧死亡 任何生命皆是如此 所有生命都与人类一样 拥有亲情的感受 而且在长劫生死的轮转中 你我或许就曾是他们过去的子女 如果人人都能培养平等 慈悲的精神 相信我们的世界 一定能更加和谐 和平 互爱 融洽 也不会再有一人 移民 受到恶意的伤害 欢迎十方大众发心救牛 与随喜护持养护费用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罗素是一只受到严重烧伤的毛咪 当时家中失火 导致它受困了4天 也因为烧伤而变得毛髮稀疏 但经过急难照护医院的治疗 罗素恢复良好 更会一起陪伴照顾其他受伤的动物 而动物急救和急难照护医院 也是罗里市唯一一间 照顾被抛弃的野生动物医院 在医护人员悉心照顾下 罗素已经逐渐远离伤痛 在疗养期间 他会主动跟前来接受治疗的 受伤动物结为好友 陪伴他们 给予他们附会 在此院方也表示 经常接到民众报案 看见疑似被弃养的野生动物 像是鸟类或是兔子 呼吁民众最好的方式是观察一到两天 确认动物妈妈没有回来找孩子后 再通报相关单位进行救援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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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无所得过 菩提萨多 一波热波罗蜜多谷 心无怪 无怪哭 无忧恐怖 远离顶到梦想 究竟也怕 三世诸佛 一波热波罗蜜多谷 多谷多罗三秒三不停 固执 过热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哭声 是大弹波罗蜜多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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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祇说中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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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 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 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 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 听闻正法 共取正觉 未令如来卑至法水长流不绝 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 尤其卫石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 诸如弘法、护僧、慈善、放身 以及印证金点、免费素食等慈悲智业 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 必义大众 敬邀十方大德 八星护持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 常需诸佛愿心 继续推动如来法轮 往立众生 护持勤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货卡03-989-8686 话播账号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集经会 生命电视桃园中心举办新春消灾祈福法会 礼拜佛说三千佛洪明宝采 点千灯、供牵水 要共、护生即甘露施时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领众 日期2月19号星期三 上午8点半 地点桃园中心 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首法路19-5号一楼 联络电话03-347-7666 03-347-7666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与远东百货侧门备有接驳车 访问现场有效在超键排位供大众填写 各位亲爱的同胞 我是副总统陈建仁 武汉肺炎病毒 具有流感等呼吸道病毒的特性 主要是经由飞沫传染 但是也会透过双手接触到病毒污染的环境 再摸眼口鼻而感染 面对这样流感化的高传染、低致死病毒 借着边境检疫、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等措施 都可以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风险 台湾目前有很好的医疗环境 可以给予感染者良好的治疗照顾 而且已经有感染者痊愈 也无死亡案例 请大家放心 明天是柳灾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在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